第1103集 智怒 莫小鱼 我自问我们认识以来我帮了你很多吧 当然了 你也没少帮我 更何况我们还一同经历了生死 要不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哪个野地里当孤魂野鬼呢 白露坐到莫小鱼身边深情地说道 莫小鱼心想 你接着编 只要你不诱惑我 你说破大天去 老子也不上这个当 自己被你们坑过一次了 难道还再次往这个坑里挑吗 坑坑如此啊 所以 你不要再提这事了 你救了我 我也救了你 这是你刚刚承认的 所以我们扯平了 你们要是还容不下我 那我不回去了 行吗 莫小鱼生气了 白露听到莫小鱼这句话 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八九不离十了 于是说道 你是不回去了 但是你的父母都在国内啊 你什么时候把他们也接走呗 白露 你不要太过分啊 你们这还连带家属的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不要胡来啊 你们要是敢胡来 说不定会收到相反的后果 我这个人 吃软不吃硬 来硬的不好使 老子再这么软也比你硬 莫小鱼气呼呼呼的说道 不错啊 都学会说流氓话了 莫小鱼 国家兴房匹肤有责 这点忙都不帮 你让我怎么看得起你啊 那你就不要看起我 你只要是一看得起我 我肯定就没运不断 白露 你扪心自问啊 是 你是救过我 但是你救我是为啥啊 是不是因为我给你带来了霉运呢 我自从认识了你 那是处处倒霉啊 没有一天过过安生日子 莫小鱼 别说那些废话了 我还是各自谈条件吧 既然交情不在 交易可以进行吧 只要双方条件合适 还是可以合作的 对吗 交易啊 我也不想跟你交易 因为每次交易吃亏的都是我 我没说错吧 你们能不能别逮着一个人死坑 那换个人坑啊 这样大家也能分担一下 不至于觉得自己被坑死了 好吧 莫小鱼依旧不松口 几天不见 你的思想极端多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会有血雨腥风 我没说错吧 我先说我的条件 就是你去美国的事情 我们可以帮你提供情报 告诉你3K党的一些情报 这样可以避免鸿门很大的损失 为了你亲妈和亲妹妹的公司 你不能搭上这么多鸿门兄弟的命吧 白鹿说道 此话一出 莫小鱼震惊了 呆呆的看着白鹿好一会儿才说道 你们真的在监控我 白鹿没说别的 也在看着莫小鱼过了一会儿 莫小鱼继续说道 啊 看来我要是不和你们合作 那你们下一步就准备再次动手呗 小鱼 我说过 我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不择手段的去做 你和我合作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别忘了 宇田爱是石天昂平的高级助手 也只有你可以和他交流 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明白吗 选择你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白鹿歉意的说道 那这么说来 我要是选择不合作 下一步 你们也会选择其他的手段来对付我 是吧 直到我同意合作为止 莫小鱼问道 白鹿也没说话 就当是默认了 莫小鱼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圈 走到酒柜前 拿起其中的一瓶红酒 生气的朝墙上砸去 别 看到莫小鱼的动作时 白鹿就想阻止来着 但是已经晚了 那瓶红酒是自己珍藏的 一直都舍不得喝呢 一千多欧呢 这下好了 砸在洁白的墙壁上 鲜红的液体在墙上 留下了一道很长的印记 行 你们行 你们就这么欺负人是吧 很好 我和你们合作 说吧 什么条件 莫小鱼气呼呼的说道 此时 他在冥冥中忽然想到了 明正大师曾经告诉过他 说他怒气太重 而且很容易被激怒 那这样一来 就很容易失去冷静的头脑 那样一来 可能该得到的一些利益 都被自己白白浪费了 所以要制怒 一定要制怒 无论你和宇田安联系也好 或者是获得石田阳瓶的信任也好 总之 我要知道 石田阳瓶和史密斯合作到了哪一步 我也好汇报上面 让他们拿主意 怎么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白鹿说道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间谍吧 不再编的间谍 死了也就死了 活该 那要是能搞点情报回来 那也是赚的 对吧 我会尽力保证你的安全 因为去做这事的 又不是你一个人 我也不会把宝 只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保证我安全 天高皇帝远 泼出去的水 你还能指望再收回来 白鹿 你是在骗自己啊 还是在骗我啊 莫小玉冷笑一声 白鹿也知道 自己这么做呢 不地道 他命令摆在那儿呢 自己能怎么办 一边是儿女情长 一边是国家利益 自己干的就是这一行 就是要为了国家利益 抛弃一切 当时为了国家利益 自己不也是一次次的 要宰了秦凯生吗 那么问题来了 对待莫小鱼 他是真心下不去手 自己现在很后悔 把莫小鱼的作用 说得太大了 再加上莫小鱼 从日本成功逃回来 局里的领导 已经在怀疑 莫小鱼和石田阳平 等人暗通款取 所以坚持让莫小鱼 去做这件事 所谓自己是关心莫小鱼 才监控的鬼话 也只有他自己能信了 这事绝不能告诉莫小鱼 否则这家伙更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莫小鱼见白露不吭声了 过来一会儿说道 好吧 我认灾 白露 我这是栽在你手里的 你给我记住了 要是我死了 替我照顾好我的父母 你要是做不到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还有个条件 这事呢 你做不了主 你最好跟你的领导汇报一下 答应我 我就替你们做这件事 莫小鱼说道 给你打电络汇报 给你打电络汇报